你第一次抱鸡吗 抱得很好 小众物都是这样 你摸摸它的脖子 摸摸它的下巴这边 它就很容易睡觉 乖巧地让长者抱在怀里 这两只可是专业的疗愈鸡 上次你跟我们说 你们喂鸡喂什么东西 玉米 生的还熟的 生的 回忆到以前年轻的时候 养的一匹鸡 就是这样 但是以前我们养鸡不能碰它 碰它就把它吓得直飞了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很温柔 非常可爱 长照据点搭配疗愈动物课程 延缓及预防失能 而选择它们熟悉的动物 效果更好 在疗愈鸡的活动当中 可以刺激它们不只是记忆 然后感官的刺激 像抚摸 然后暴击 增加它们的身体活动 有的长者还会说 那个我孙子 好像我的孙女这样子 疗愈鸡会由动物辅疗师 挑选性格温和 跟比较亲近人的鸡 经过训练和观察 才能投入疗愈服务 它们会容易比较放松 去愿意去接触这些动物 然后进而增加 不管是跟动物 或者是人的互动 就这个社交功能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福建 人跟动物的友善互动 生命影响生命 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 大海新闻 何宇怀 登明 温国家 华联报道